一加一等于几 等于六 现在人脑子都是糊涂的 被这些脑筋机转玩搞得自己 不知道何去何从了 一加一等于二 这个小孩子都知道 但是西方的一加一等于二 中国的那我问你 你想等于几 随便你等于几都可以 信不信 西方的树是死的 到了中国就活了 因为它在没有到最后 这个定树之后 它是一个变树 那你如果是两个死的东西 两个物体那相加自然等于二 但是很多东西 不是这些具体的物件 所以今天我们要讲什么呢 三财 能不能扯得这么远 三财是什么 人说天地人 说得很清楚 但是 说什么叫天 什么叫地 好像还搞不清楚 但是这个大的方向 已经规划得很明细了 而真正的三财 还没有形成天地之前 天地 混原一体 混沌的状态 在那个太极球里面的时候 那只不过就是 我们道告诉大家 一切都是阴阳二气所化 那天就是阳气 地阴气 这个阴阳一互动 一交感 产生的中间状态 既有阴阴又有阳 那就是第三种 一二三 阴阳的混合体 这三种东西 那可见我们后来具象了 所谓具体的 人 人也是禀天经地华 说这阴阳二气 一个中和 太 那我们强调这个三财 非常的重要 我们中国人 这个太极思想 它不是二是三 它中间这个地带是非常的 宽厚的 说《易经》六十四卦里面 有没有纯阳纯阴 有啊 那只是六十四分之二 只有一个天一个地 那纯的不能再纯 那其他东西全都是 中间产物 所以你说你狠男人 你就狠羊 纯羊吗 有没有地方向女人 当然有 身体有没有磁性激素 有 只不过你雄性多一点 说你是男人 你这样的微观 科学科技现在也能测 那是很 无聊的事情 但是综合到一起 你这个人有什么特性 那就是 我们任何事情都要三分法 那就是 两难 一个天一个地 相差很多 各有利弊 怎么样呢 综合考虑 两难兼固 合理 最后那个取忠道 就是了 那么按道理 讲完两一说应该四项呢 怎么又讲到三呢 还要强调这个 很重要 而且 我们道德经说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就这个阴阳二气 所化的东西 已经是万物了 其实二已经是万物了 只不过这个三 已经成形了 具体的 它代表着 一个名词象征着万事万物 它可以由这个三 变成各种的三 仅此而已 所以这就是 二生三 三生万物 一种文科的生的方式 而二生四相 那就是理科的 而是